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和银次郎的爱情喜剧相应程序 使这套系列电影充满了观赏性 我的印象中引入国内院线上映的银次郎的故事 大概有七八部都很受欢迎 观众趋之若鹜 因为欣赏习惯相近 国内的观众非常认可憨厚 善良却又虚荣 浮夸的阿宁 就像我们身边憨厚而无用的林家大哥 嬉笑之余 我们能看出他眼里流露出的一丝淡淡的惆怅 热衷自然 生动又带一些忧郁的表演风格 赢得了影迷的热爱 沃美青也被誉为东方卓别林 沃美青去世两年后 山田阳次导演从之前剪辑剩下的胶片里 又在创作拍摄了一部《银次郎福荣花》特别片 以银次郎外省满南的视角 回忆舅舅银次郎 让沃美青在大荧幕上复活 去年 已经八十八岁高龄的山田阳次 终于放不下对银次郎的情节 召集过去的老伙伴 拍了银次郎的故事 欢迎归来 使这部漫长的系列电影凑足了五十